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高小妹 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辆颜值很高的马自达 官方称之为全新一代阿特兹 先说一下我对马自达的印象 我觉得它是一个特别特立独行的品牌 即使是现在你纵观它的产品序列里面 也没有涡轮增压发动机车型 我身边的朋友也好 同事也好 对马自达的印象都是操控性排第一 尤其是我身边这一辆 它可以说是整个马自达品牌里面 最旧代表性的车型了 几年前很多人谈论的都是那辆 经典款的马自达6 算是它现在以全新一代阿特兹的身份 出现在我身边 但是很多朋友对马自达的了解 认识都少不了它的功劳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 几经更迭之后的全新一代阿特兹 它的颜值是有所提升的 因为一些细节的改变 可以让它的气质往上 up up了几个档次 你可以看到一些变化的 比如说它的格杉 从之前的横桥幅变成了现在的点阵式 那旁边的视条是进行了一个延伸 承托的它的LED大灯 还有就是下包围的度个视条 也变得非常简洁 当然你看到它的前列 你觉得没有什么复杂的元素 但是整个组合起来 是不是视觉效果就看得更宽一些呢 而且正面看的话 是可以看到它两边凸起的 有力的肌肉块的 我们再去看一下侧面 相比车头呢 侧面跟尾部的变化就不是很多了 但是你首先可以看到 轮毂的样式 现在看得更稳重一些 还有个变化 就是它的车身颜色 现在呢是叫水晶浑洞红 它跟之前的马自达的浑洞红相比 不仅是多了水晶这两个字 它的颜色变化就好比 是女生的口红色号一样 你如果单看的话 觉得好像没什么区别 但你把它放在一起对比一下 你会觉得 这个好像看着更高贵一些 而且是强眼不落俗套的感觉 所以我强烈建议马自达品牌 出一个连年款的 水晶浑洞红色号的口红 让广大的女性同胞们 为自己心爱的人 涂上这个口红色号 想想应该销量会不错吧 还要买它 好了我们再去看一下尾部吧 尾部的变化呢 一个是它的镀银饰条贯穿 延伸到了尾灯的中间 还有就是它的尾排 是经过了重新设计的 现在的样式会更贴合 它这个曲面的弧度 那我们来看一下后备箱 它的后备箱 空间表现还是挺不错的 近身很深 并且非常的规整 那后备座椅是可以通过 上面这个拉手按比例放倒的 在我就是后备箱的隔板下面 有个非全尺寸的备胎 两边这个比较规整的储物格 放什么东西好呢 被我征用 放球鞋了 因为我觉得女孩子开车 就可以常年被一双球鞋放在后面 以备不时之许 所以我现在给我一点时间 我换一个鞋 我们去车里再聊 坐进车里的第一件事是干啥 条座椅 它的座姿是比较偏低的 我真的太喜欢它的方向盘了 它的方向盘的角度 就是比较直对驾驶员的 我觉得这样才能达到一个人马合一的意境 那我们先来说一下视觉上看得到的 它的中文台是经过了重新的样式设计 用到比较多的这种平直的线条 并且通过这种不同的材料组合搭配 让你觉得非常具有层次感 那就说到它的触觉了 这一块用的是奥斯维的材质 上边是北海道的栓木 包括在门板上 同样也是这样的材料的组合搭配 还有它的NAPA真皮座椅 给到你的质感还是挺舒适的 再说到的听觉 它给你提供了一套BOSE的音响 我们来感受一下它的音质效果 是不是还可以 它的这个音响是可以去调节低音高音 以及前后左右的这种均衡比例的 那正好直接说到它的这个中控比 尺寸有点小 但是它的整个显示的清晰度还是不错的 不过我觉得它就是下边这个 沿有点挡着我去触控它的这个操作 不过你可以通过挡稿后面的操作按键去调节 这样的话可能行驶过程中也会比较安全一点 再说到它的储物空间表现 我觉得有点一般 中间是两个杯架 那前面呢就是一个储物槽 可以放一个我的PLUS的手机在里面 USB接口是在扶手箱的里面 旁边还有AUX以及SD卡槽12伏电源接口 不过这个扶手箱的空间真的是有点小 说到空间 我们去后排感受一下吧 坐到它的后排 我觉得空间表现还是很不错的 我的身高是174 前排是我的正常驾驶坐姿 腿部空间还是挺充裕的 有大概两拳的距离 那头部还有一个四指的距离 只不过说如果你坐在中间的话 因为地台是有一些凸起的 所以会感觉到空间稍微憋屈一点 但是它这个座椅吧 乘托还是很好的 而且这辆车呢 配备有后排座椅加热 但是它的按键你可能不太好找 因为你要打开中央扶手 在这个上面 在打开这个小盖里头 还有2.1A的USB快充接口 而且是两个 所以那句话怎么说 暖暖的很贴心 那其实我觉得它的这个 内饰的这个质感的提升 就会让你觉得 它好像在各方面都是有所升级的 并且你说内饰都是每天 我们近距离能摸得到 感受得到的地方 所以这种质感的提升 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不过要说到这辆车 最有意思的地方 我觉得还是它的驾驶乐趣 所以现在我们把它开起来说 我们现在已经把车开起来了 开这辆车呢 不得不提到的就是创池蓝天 它这一整套系统 包含发动机 变速箱 车身悬挂之间的配合 会让你觉得开起来非常的顺畅 那我们这台车是2.5升的 散系细发动机 匹配的是6AT的首次一体变速箱 先说它的动力输出是非常直接的 虽然没有 乌轮增压发动机车型 那种很直接的推背感 但是它的这个提速 会让你觉得很持续 并且动力的储备量也是够的 跟它搭配的这个6AT的变速箱 让你觉得是那种 认识了很多年的老朋友一样 有着心有灵犀的默契感 响应速度非常的快 同时也不会让你觉得 换挡有顿挫感 所以这几天我开的这辆车 我觉得就是越开越喜欢 之前不是有句话说 离开马自达的女司机 远一点吗 我就想说过来 来感受一下我人马合一的意境 听听我这 zoomzoom的声音 不过我觉得说到它好开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的这个技术 GVC 全称叫加速度矢量控制系统 简单来说 如果是在弯道的情况下 它会根据你驾驶员的操作 以及你的车辆状态 对发动机的输出扭矩进行一个控制 让你的车辆重心更好的进行一个转移 让过弯也会变得更加的平顺 但是像在我们现在直线行驶的过程当中 它就会感受到路面的起伏 从而对方向盘众轻微的转动进行一个抑制 就这套系统吧 它不会让你觉得有存在感 但是无时无刻在你的全程的驾驶当中 保驾护航 而且也是提升到你的一个驾驶感受的 而且还有一点必须要提的就是它的NVH 也比之前有了很大的改善 因为之前马自达的底盘隔音 可以说是被很多的朋友吐槽的一个地方 但是在这一代的车型上呢 你会感到行驶的噪音被抑制的很好 它就是这种在保有特立独行的性格基础上面 对大众的需求意见进行了一定的提取和改善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还是挺好的 那我们可以总结一下这辆车 我觉得它的提升是在你看得到也摸得到的地方 比如细节比如质感 但是呢 它又会把架合成这两个方面都做得特别的均衡 一方面它会保有马自达的一个固有的运动属性驾驶感受 同时它把行驶的舒适性进行了一个提升 也是符合当下的一个潮流的 会让你觉得马自达不再是之前那个偏科生了 甚至现在做得更加的全面一些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马自达为什么能够吸引很多忠实粉丝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 那你们觉得呢 或者麻粉们有没有什么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好了 这就是这一期的车出见了 我是小妹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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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